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香港今3日下午约有2000人参与一场反威权大游行 这场游行活动是由9个团体共同主办 其中包括黄之锋、罗冠聪等知名摄运人士 主办单位指出 这次游行是为神员被囚禁的摄运人士 及筹款支援他们的诉讼费用 综合媒体报道 反威权的游行队伍今下午2030分出发 从丸仔修盾游乐场集合 30多抵达中环中审法院前举行集会 参与人士高喊神员口号 并指着抗击威权统治与抗争者同行 香港精神永远不被囚禁等标语 参加者包括双学三子中的黄之锋、罗冠聪 战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以及部分知名摄运人士 明镇召集人叶志言表示 今天约有2000人参与游行 而警方称最多约1800人 主办单位指出 中国逐渐对香港施压 且香港正面临失去权力及自由的风险 他们同时也忧虑 法庭举办听证会后会羁押民运人士 以及香港将通过反颠覆法 黄之锋应参与于散运动于今年8月入狱 现在他正处于保释期间 且他还被指控秒释法庭罪 将于12月7日开庭 不排除他可能再度入狱 率领众人反威权游行的黄之锋指出 没有人愿意服刑 但是如果能动员更多人关心香港正义及民主 我认为这很有价值 我孕妇出这个代价